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 二十五号 昨晚有做这个 什么呢 有做这个 好事回顾啦 好事都说完了 今天 是不是回到坏事里呢 又不算很坏的 小事两单啦 一单有人听了个歌啦 复尚了 复尚了 复尚就要 一切回复正常了 复尚其实还有一个色象的 竹军就适应了 昨天 我特意迟了开 想看清楚他 适应记者的资料 就是星岛有QA这样一路列了出来的嘛 那我看清楚究竟怎么样情况 现在 看来就不是很 不是很行的而已 但是硬硬要适应 那就是要硬硬服尚啦 整个感觉就是这样 是不是呢 那我们一定要将所有东西 都放在这个 context 就是你不服尚啦 今天天气不错呀 哎呀 还没做新闻报道 那开始天涼了啦 涼了一点啦 又不是涼呢 那是好 好睡了和好跑了跑步 都没停止过跑步 那Sony讲远了 继续讲 那今天两个话题呢 一个就是 大球场啦 第二个就是邓炳强突然说了一些东西 他就说要 小心啦 有间谍啦 香港 那说的理由就是 就是 什么呀 英雄人悼念那时候有人散破这个 影响国安讯息 就是有人出口琴啦 那就要立间谍罪呀 那些法例 就是 那整个 就是这两件事是不是可以串在一起 讲一下今天的话题呢 应该是的 就是 一来复尚啦 二来呢 复尚的意思就是社会要尽快恢复正常啦 那所以 有一场球赛啦 刚才这场球赛 好像是两场 世界杯外赛 上一场呢 已经是 还是 跟缅甸的 那时候还没有 国安法啦 没有国歌法啦 这样就 很多人就 晒晒旗啦 昨天就没有 就是 这些 只有独媒报道而已 那不止独媒的 独媒之后就 还有外国媒体 就是台湾的媒体有报道啦 另外有个橙 不知道橙新闻是什么来的 总之其实有些 网媒报道啦 那就主流不多报啦 但是竟然 文汇都有报道的 昨天 是 那就证明是正式新闻啦 是不是 我都怕是 现在好乱 什么乱都 吵你啦 他一不高兴又有你假新闻啦 拉你啦 证明有这个新闻啦 那也证明是有人吹吹过啦 是不是 那我们怎么看吹吹这件事呢 这样 我都不知道怎么看喔 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喔 因为你 你证明香港的人开始 回复正常就开始出去这个活动啦 那就会 阿插婆讲过的嘛 就是临走前 这样的三个月啦 香港当然要恢复 就是迟早疫情过后 哎呀呀呀是不是 CNBC呀 外国媒体访问他 会不会恢复我们一向有的言论自由就没什么 但是其中一个重要指标表达自由就是 就是视威游行 和平视威游行 一直就是用这个疫情来不让人视威游行 如果再搞视威游行 是一个代表 伏偿的代表 当然另一个伏偿代表就是球赛开始 11月还要叫警察揽球赛 很多人都带球赛 到时候会不会有人唱江士 拉一些皮 例如香港Is not China 你就拉勾他 但是如果那些人只说香港 香港加油 那就拉勾他 香港加油也拉勾他 不高兴 拉勾他 昨天的好笑 我们在前面也给了一张照片大家 应该还有都是独媒的 两张照片 其实就 以后呢 媒体就不会那么轻视的了 就是呢 会多些留意去报导 那外媒也有报导 当宣布演奏中国国乐时 可以清楚听到他声 尽管已不如国安全实施前 当然啦 2019年那时候不是 但是民心不死嘛 于是乎几个湾仔 警察官的便衣 说便衣 就穿了背心 然后对着一张照片 谁都知道他是警察 就去拍摄 这样 据说呢 据文会报导呢 正式演奏没有 视察官组席 有片有真相啦 希望他拿个片出来给人看 但问题是究竟虚成怎样呢 即是虚成怎样都是有人虚 那这个是好事来的 我觉得 即是告诉你 正常啦 就算没钱那么大声 人多就大声咯 肯定就不多人了 是不是一万人都入场 这么多咯 哦 一万二千啊 一万二千啊 观众啊 咦 很多啊 当国歌劫处后 有球迷大声高叫 我们是香港人 那这句是否可以抓的呢 这句是不能抓的 那我等着那些创意的 创意的说话 就是叫些什么口号 那一定是层出不穷的 花样八卦 我们以前那个 社会那么繁荣的时候 那些抗争那么活跃的时候 那就是常态嘛 香港的常态嘛 是指挥之刀来的嘛 现在几年没有指挥挥 比什么呢 你怎么跟世界交代呢 恨都恨不了啦 对不对 虽然我的标题就是说 那么像是寻食难安 那寻食难安 寻食难安是什么呢 紀俺很难说 耶×加超 他希望回服正常 那些活动啊 市面活动但没有这样的事情 寻补可不是摁了 有时怎么办呢 上面会不会回续回胡温时代 或者是胡军时代那种宽松 小事就有它 那你就好做 但是那个可能又不高兴 请了你也是贪你骗得住牆 我又要言论自由 我又要有新闻报道的自由 我又要有看电影的自由 我就不喜欢有人萧国旗 萧国旗容易了 你抓到的 呱都不行 立了法 你是欺骗香港人的手法 但是去到这些场合 我只能够说欠缺常识 中国的领导人 香港的就不是欠缺常识 可惜香港的人就不懂得说不 立了这条国歌法 呱就是了 根据定义已经是 侮辱 尊敬 你说欠缺不是就欠缺了 你只能够说欠 是 如果执法一直都 真是坏了 我那时候还有专栏都在写中 你想想多久呢 三年了 超过 两年半呢 两年半 立了 应该立了很久了 我评论过了 你怎么证明呢 尤其现在戴着全聚口罩 你只能看到他的嘴会移 先生不是不知道他力量硬了 还是在唱的一句 是吧 戴着口罩移动说 他是呛呛呛呛 是不是 以赏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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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оerte什么的 以香港人的雜声 那你抓一抓 怎么抓 疑点得益一定是归于被告 同时你是不是随便抓人 以后就没有球看了 废话要去看球 突然在现场上 笑笑大声啊 好啊 侮辱郭哥 可能你开心的嘛 听到郭哥拍手掌 但是你的嘴形好像在哭 又抓你了 那究竟那些高科技能否知道哪些人唱歌呢 我又没见警察说过 他们有高科技 高清可以在 可能可以的 现在可以的 就是呢 放几个厉害的 叫国内那些高科技人员来香港放镜子 射住了 然后我说慢慢查 是不是 听过那些逐个赞 高清拍到你 喂 如果你看床波 那你也不去看啦 不认为抓错了的 那不是伏常的了 是不是 啊 这个就是问题了 所以我经常说 你最终应该不要奏郭哥 因为不是一定要奏的嘛 以前奏 以后不要奏了 逢是这些体育活动 大时大时的场合 无论啊 人多的时候 一人多的时候 一人多的时候 一人哭就个个哭了 哭了那又怎样呢 杀他嘛 是不是 那些警察思维就说 不怕就行了 抓一两个重罚 是不是 抓他坐牢 那就行了 律政司给指示那些法官 法官 刚才这么多 这么多国安法的法官 整个重案 它担了 有你没你抓他 抓他困几个月 那以后就没有人哭了 那两个问题啦 首先他 除非你自己承认 我说的是法律 法律常识 除非你自己承认 不然他怎么证明你哭过呢 看你最悠悠不得你哭的 那这个移点得益了 叫做 纵然他用高清映着所有人 当然啦 如果你用高清映着所有人 事后要追究的 那你的结果就是不用復常的了 所以这是两难 这个就让家超睡不着 就是这个问题啦 你又要復常 又要继续控制着香港人 香港人是很不愿意的 你为什么不反省这个民心呢 如果每个人都好像蓝丝那样 或者叫蓝丝入床霸了他 每个张大厚来唱歌 你知道蓝丝呢 蓝丝呢 蓝丝 红仔旗 跟着两帮人就叫 跟着打上来 你说不会的啦 你看看欧洲就知道 看球是一个很令人情绪高昂的时刻 那他情绪高昂有时都不是为什么 不是为什么的而已 发泄一下个人的对生活不满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暴动期间活过来 暴动完啦 暴动是阻止搞的而已 但是当时的大球场 尤其是有英国人来踢球 很认真英国人 不知道为什么 哇 鬼佬欺负我们 那一踢完球 就走 加勒连山道走下来 就有人摸摊摊桶 跟着就有些防部队操作 维持秩序啊 这样 在湾仔走过的时候 我那时候十几岁而已 跳舞走过 超过 那些警察就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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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不理啦 他都是自在驱散而已 但是你想想 那些人呢 不是因为什么民族情绪的 看球 香港队输了 那就下山的时候 跳舞不公道啊 那些球队的黑衫啊 那就拥掉垃圾桶 就有些人 我见到的 我见过的 我小时候有这种人长 因为我那时候都在跑马地那里 利东街那里工作的 那时候我十几岁而已 有时候会走上山里看球 你不知道可以走上山里看球 我都吃过 有人卖老美的 很酷 免费看球 但是看完球 都遇到两次 那些人拥掉垃圾桶 就是踢球 踢球是一种很危险的 你欧洲就知道了 那他不爱国吗 那些人 不是嘛 欧洲英国的球迷 那样而已 现在少一些 但是一到大的比赛就很紧张 英国的警察很紧张 那些警察都有经验的了 以前 现在没有了很久了 但是现在就有应对示威的经验 那如果 讲讲一下 勾回那些回忆 那如果你说要香港再有事发生 就悼念英女王是一件 有群众聚集就有事发生了 很危险 那现在呢 就是国歌 就是第一个挑战 那我保證这个国歌法就是非常之差的做法 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做的 你要应对那些人唱歌 而北京看到那些新闻片 不过于影响的时候 就不是找几个反黑党探绵 在那里试 为什么反黑党做 和黑社会有什么关系呢 在那里拍片 那呢 就阻吓那些人 就是你如果只有几个人 就是虚虚 你当然是阻压到 但是当一起虚虚的时候 你是阻压不到的 是 其实就是这样的 而今天 突然间看到这些现象出现 就证明我开始真的复偿了 好似夹巧 开始呢 就是不满政府 就会借这些事呢 就 那你说是不是国安之后已经静了呢 那静了呢 我只能说静了 但是你说静不静呢 如果我们那些 研究香港历史 塑断历史 有研究过有留意过以前发生的事呢 其实总有一个common factor 大家记住 当社会是很不开心 很不满意 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 什么和国安有关 不需要有英美特务 也好 只要有些轻微的事 鱼蛋革命也是这样的 那些人就会 乱声 破坏了 担饭 烧垃圾桶 这些是很容易做的 打火机一个就做到 至于你事后呢 事后你如果去检讨呢 你就知道 这个社会问题是隐藏 有东西要被爆发 但是呢 很遗憾 我们现在这些呢 就不是AO字说的 我们是警察自说的 警察就不肯明白 这些的 从来都不明白的 以前是港督决定 政治决定 掩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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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港督会跟他的顾问做报告研究 香港原来很差 不行了我们要搞定了 要劳工立法 要七日假期 每个月有七日假期 接着就要搞一些娱乐活动给他 叫TVB做多一些 这些是英国人做的事 等你有娱乐 接着又要改善福利 然后1972年推出终缓计划 50元个月了 够吃一餐饭 不够吃两餐饭的一个开始 我经历了这些时代 我经历了 看着的 还在做东西 还在做东西 读东西 你为什么香港活过来安定下来呢 并不是警察的功劳 是你的施政妥善 渐渐就消失了 七十年代渐渐消失了 这些社会抗产 或者无端端一件事就暴动那些现象出现 就没有了 七十年代 警察也是开始贪污 盖上警察贪污的改善 整个设定都是因为改善的事情 现在你回到头就不是准备改善的事情 而是准备用警权去压制这件事 我给你压制到 你都解决不了一个问题 就是突然间会发生一些很大的动乱事件 骚乱事件 英文叫骚乱事件 而这些事情往往是见微知诸 你说香港是不是已经恢复平静呢 虽然是小小的 开始有人去 已经看到了 看到那个问题也没有下跌过 你问我怎么猜的呢 我觉得是没有下跌过 香港只要有更差 比三年前 三年前 2019年那时2%的失业率 股市上升到一百年 股市也剩下2万5万 现在1万8万而已 你想你了 我觉得现在香港近来 经济不竟加上防疫防了那么久 那些人忍着忍着 有时候是忍着忍着的 总的路重贸出来 但是没事加这样加那样 那些人是很火滚的 继续续续续 当它一放松的时候就爆发的了 大约是这样 我就说见微知诸 这个是復偿的结果来的 开始有人去国歌 以后你搞不搞这些看活动呢 有观众的活动呢 人多的时候呢 那些人会不会蠢蠢欲动呢 All depends on one thing 就是你能否令社会回复 经济平静 生活如常 那些人开心 很简单的 那行不行呢 你问我 我当然不行了 你看见超过七样 他哪懂的 他就下次他就会叫国内拿些超强的摄影机 拍着所有人 就没有人进场看球了 搞到真的抓到人的时候 那你问我我给什么意见 这些疑事呢 我就说 记得戴口罩啦 记得戴口罩就可以了 因为疑点得益啦 当然它可以不疑点得益 疑点得益归于控方也可以的 那只要国安法官配合就可以了 那你欺负一次啦 就不肯看球啦 或者等机会啦 大家要生气 要爆发的 不在什么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这些很久没听到啦 我都开始疏懒 淡忘了这些 但是这些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不明白这两年没有消失过 所有社会问题 所有矛盾 对政治的不满 对经济民生的不满 因为一个抗疫呢 就按下去就靠抗疫 大家把焦点放在抗疫 放在为什么老人不打针这些小事 那现在没有嘛 漸漸没有嘛 接着就讲讲 没有的啦 好 讲第二个话题啦 免得太长气了